5月19日 中央远港抗疫中医专家组副组长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 与另外23名广东省中医院远港医务人员 结束休整 平安返回广州 发展 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希望能够以香港为求投保 把中医药 推向世界为全员的服务 今年年初 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突袭香港 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 广东新后派出526名医疗防疫人员支援香港抗疫 其中中医专家21名 覆盖中医肺病 中医急诊 重症等专业 张忠德表示 工作中 内地与香港医护人员亦师亦友 开展协同战役合作模式 内地医疗队在港抗疫一个多月 实现了多项突破 包括扩大中医药使用范围 减少使用禁忌 提高临床疗效 参与危重症救治等 我们可以共同组建队伍 曾建制的以香港医管匹的 荣誉员工的身份进行确定去查查 我们共同执帮 共同周病员 共同制定方案 刚去管理一个病区的时候 很多的限定用不了中药 慢慢慢慢的 西医的医管局的同行接受 政府接受 政府就大力推广 市民 老百姓大力去信应 他就是看你的能不能够有好的疗效 在张忠德看来 不少香港市民原本对中医药持观望态度 通过此次疫情 看到中医药的疗效后 如今对中医药的需求很大 张忠德称 香港有一万多名中医师 用中医药服务市民 如今香港正在加速建设 香港首家中医医院 所以香港政府把那个防御包里面 拿了很多药进去 里面大多都有中医药元素 这是一个史无前列的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不仅仅是看几个病人 我说最大的促进 是促进了整个社会 整个医管局和政府 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视 和西医同行对中医的应识 提示了这个老百姓 市民对中医药 不仅仅是在防止传染病 在其他的肠结病 多发病中的作用的信息 所以整个香港 现在他们中医药发展 非常非常的好 后期很重要 张忠德认为 海内外民众都重视临床疗效 因此需要扎实提高 中医药的临床疗效 以及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 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 未来将借助香港 把中医药推向世界 为世界人民服务 香港的是它的设备好 跟西方国家联系 便利宽广广 这是它的优势 而大湾区 中医药的 盈利资源好 药医务资源好 群众基础好 所以这是两个优势 结合在一起来 用疗效和丰富的科研手段 一步一步地往前推 应该会很好的 感谢观看 三个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